中国独立女记者高瑜被控泄露国家机密案一直备受关注 星期四上午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外面部署了大量的警力 法院大门外聚集了一些国际媒体记者和多名西方外交官 他们受到警察阻拦 不能入场旁听 高瑜的辩护律师引述北京市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称 高瑜在二审期间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并表示认罪 法庭采纳了涉案人提出的一审量刑过重 应该给予改判的请求 曾在中国官方的中心社和经济学周刊任职的高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度被捕 获刑六年 他去年被北京警方再次逮捕 被控在2013年将一份中共文件泄露给境外网站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 高瑜在被捕后表达了深刻忏悔 高瑜身患多种疾病 他的辩护律师之一上宝君对路特社记者说 他们正在尽全力为他争取能够保外就医 实际上他又有心脏病 高折压 美尼尔中和症等等 很多的严重疾病 所以他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 应该说已经不适于再被羁押了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尼伟平 在星期四对路透社记者说 高是一个良心犯应该立即释放 六年改判为五年并没有多少差别 并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 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拘禁和逮捕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就高瑜案 二审一事发表评论时 也曾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高瑜 并尊重对国际人权的承诺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